因為烙癌有一個特殊的功能 他會用他們聚音來轉那個車輪 呂不韋為了擺脫這套雞 特地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宴會 安排烙癌當眾表演他的特異功能 兩人曾五天五夜不吃不喝 在馬車中行樂 出來時 皂雞榮光煥發 彷彿年輕十歲 而烙癌則面目枯搞如同藥渣 由此也可以看出 趙雞對烙癌有多麼的滿意 烙癌不僅跟趙太后生下兩個兒子 還合謀要讓他們的兒子當太子 後人常將秦皇和武相提並論 他們年紀輕輕就登基 而且也都創造出了一番偉業 而秦始皇更是史上第一位 使用皇帝稱號的君主 但是在風光的背後 秦始皇迎政其實已有過一段 非常辛苦的童年 十三歲登基之後 大權更是掌握在他的重父 呂不韋的手中 不過呂不韋嚴重的低估 這位十三歲的少年 從登基開始 迎政一步一步的累積實力 清除秦國宮廷三大外戚勢力 不僅是穩固了皇權 就連對他的政權 曾經有過威脅的烙癌 呂不韋下場都非常的淒慘 最終秦始皇成就了空前大一統的局面 他到底是怎麼成為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呢 而據說他曾經有過一位皇后 這位秦始皇后又為什麼身分成名呢 請看資深記者蔡成如 鄭文德的深度報導 史上第一位皇帝 秦始皇的皇后到底是誰 是歷史中最耐人尋味的謎團之一 他後宮妃子無數 子女眾多 這位曾經創造大一統的千古一帝 感情世界也與權力息息相關 聽說母后往大王身邊安插了一個女子 米華嗎 是 我給大王找的呀 是精挑細選的女子 不但長得好看 脾氣啊 昏雅閒靜 秦始皇後宮有多少後妃 就史料來說是無法確認的 民間傳言說秦始皇一生 共有三個最愛的女人 分別是俄房 黎江和公孫育 行禮 跪 拜見大王 拜見太后 翻見丞相 西元前247年 年僅13歲的嬴政繼位為秦王 他從一個被三方勢力控制的傀儡 一直到39歲掃滅六國 建立秦朝 稱為始皇帝 必須得要運籌帷幄 以後一路過關斬將 南先王托臣以大事 受臣以想幫眾人 臣不得不面為其難 國使交由總副 管人心裡自是安心 臨政繼位的時候呢 那時候的一個政治情勢 有三大勢力在其中 一個就是楚系 懷洋夫人這一系 另外一個呢 就是韓系 下姬為首的 另一個就是他的母后 趙姬為首的 就這三大派 在做一些競爭 我先前就跟你說了 鄭兒年紀雖小 可他畢竟是王 凡是國事 你還要與他商量著來 不然他又把自己 灌在書房裡 不吃不喝的 我看了心疼 我知道鄭兒的心思 就是想做事 首先秦王英鎮 最有力的競爭者 就是他同父異母的弟弟 公子成角 有史料形容他 性格懦弱 與世無真 這樣的溫室花朵 最終怎麼會走向 叛變一途 得要從他背後的 勢力說起 大王 你們降服的馬 被我降服了 寡人家的好男兒 寡人之地 卻有過人之處 成角是嬴政的弟弟 小他三歲 莊香王回國以後 另外由他的親生的母親 就是夏姬 安排了一門的婚室 當然就是從 韓國的貴族裡面 去挑選的 所以他是從 韓夫人這邊 所生的一個孩子 大王被那匹野馬甩下來了 是我衝上去 鄉服那匹野物 已經帶回于春宮了 如此 其非有損大王顏面 自然不如我露臉 還當著相邦 和眾多大夫呢 下太后 下太后對身為韓系子孫的 陳角寄予厚望 煞費苦心幫他鋪路 當時秦國律法規定 武功者不得受封任何官爵 因此秦王政五年時 陳角受命初始韓國 不費一兵一卒 就成功讓韓皇會王 隔地百里 很有可能就是下太后 安排的結果 陳角因為是韓國人身份 那韓國的國軍 是陳角的親戚 也是舅舅的身份 所以當時這個關係來說 陳角到了那個韓國 去要求割地的時候 沒想到就很容易地 把地割下來 大王 陽城傳來解報 公子陳角占領五座城市 雙方並未開戰 公子陳角果然神武 不戰而勝 陳角為我大秦奪取城池 回來變岸軍功 刺其絕 封其地 你因為這樣子 所以陳角回到韓齊國之後 就因為有這功勞 被封為長安軍 而他之所以會去前往韓國 很可能是呂不韋在背後主導 那他之所以這麼做 是希望藉由他人之手 來剪除陳角這個潛在威脅 你老夫之見 陳角對大王是沒有威脅的 向邦你是否過於解釋了 本鄉作為大王祝福 大秦向邦 受先王重託 陳角 絕不允許大王的秦國 大王的王位 有絲毫的隱患 陳角年紀輕輕就深陷宮廷派系鬥爭 哪知道他不僅化險為夷 還立下大功 不過到了西元前240年 秦王英政20歲時 夏太后去世 等於韓系外戚勢力塌了半邊天 秦國的宮廷三大派系重新起台 那夏姬其實那個時候的身份 應該就是太皇太后祖母輩 他去世 使得說原本以這個韓系為主的這一派 好的 相對是懦弱 如果這個時候的陳角不是沒有治謀 一定可以感受到自己地位的岌岌可危 而她先前在初始韓國時 還有夏太后在宮裡面撐腰 所以即便是不成功 也不會被問罪 太后現在隻手折天 就連大王和相邦都奈何不了她 公子 你以後的日子還是處處小心吧 後來她奉命攻打趙國 若是順利完成使命 那也就罷了 但如果不順利的話 沒有夏太后在背後撐腰 肯定會被問罪 陳角失去了最大的靠山 難道是因為這樣 促使她叛勤頭照嗎 西元前239年 秦王政8年 也就是夏太后過世的隔年 陳角奉命率兵擊趙 竟然傳出她在途中領兵造反 公子 你看 我們這幾萬人馬 打得過趙軍嗎 難道你看不出 相邦讓你領兵出征 就是讓你死在趙軍手中 相邦真是如此打算嗎 不過陳角是否叛勤祥趙 後世學者有不同見解 有人認為陳角確實叛亂 因為趙國將牢這個封地 送給陳角 可見得他暗中私通趙國 後來才會決定叛亂奪位 身上流著秦國血液的陳角 真的有可能私通趙國嗎 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 夏太后死八年王帝陳安軍 陳角將軍疾趙 反死屯流 問題就出在這個反字 那反真的反這個字呢 有兩個解釋 一個就是他造反 也就是說陳角呢 要去攻打趙國的時候 突然之間造反 所以他投降到趙國這邊去 這是用反叛的反的意思 槍軍 槍軍怎麼來了 從史料上的記載來看 陳角叛逃沒有任何預兆相當突兀 也因此產生了許多說法 在歷史小說《東周列國志》中 就認為陳角是遭到呂不韋陷害 而三大勢力裡面呢 華安夫人這一派是做壁上關的 是看著趙姬跟下姬這一派的人在鬥 所以如果有可能是呂不韋的話 其實也就是這兩派的一個鬥爭的結果 這兒沒人會聽你的 我們可都是大秦的兵士 你 你這什麼意思啊 陳角 你真以為我凡無機 會跟隨你一個頑固子弟背叛大秦啊 你 你真敢騙我 據說當時陳角年輕不懂軍事 呂不韋便派了凡無其作為援軍統帥 而真正的用意是要透露 秦王嬴政並非營士血脈的秘密 陳角才是正統的秦國繼承者 導致他在屯流領兵叛變 卻被秦王的十萬大軍鎮壓 不過也有人持反對意見 認為陳角率領大軍公召 可見得他身受迎政已重 那不需要為了饒這個地方 放棄長安這個封地來叛國 大王今日親往藍田大營迎接陳角 當眾誇讚其甚多 其實就是向大家示意 陳角不容傷害 自於受封勞地的人 是另外一個長安軍 是被移花揭目的結果 另外在史記有提到說 反這個字 反未必只能當叛亂解釋 他也有反回的意思 因此有學者認為說 陳角是在出征時突然染病 不得不班師回朝 後來途中在屯流去世 原來反這個字 在當時也可以當成返回的意思 那屯流的動亂又是怎麼回事 有可能陳角不想叛變 他本身是因為可能帶去打仗的時候 打完仗打得不錯 後來之後本來這個人民是趙國帝 可是要變秦國的時候 那當地的人民不願意去成為 秦國的老百姓 所以陳角後來就被當地人民殺了 報 蔣 趙軍撤兵 還沒打 為何就撤了 王先領十萬大軍到來 已將秦公子 成角腰斬 成角死了 幾千年後真相早已映沒在歷史長河 如果說誰有利可圖 其一是呂不為 他除掉一大敵對派系 另一位就是受命評判的落矮 韓系勢力就此消失在秦國朝堂 由趙系勢力崛起 他們兩派人在鬥爭 然後成角被殺害 或者說成角過世 然後這個當中呢 烙矮在這個視線上面呢 就有一些他可以獲利的空間 他可以建功的一個地方 所以他被封為常信宏 大秦太后照命 內市長落矮 忠心衛國 舉告叛逆 衛國除奸 立有大功 卓及次為常信宏 与之三陽帝為其居所 就他 就他 不想我 烙矮謝大王太后 烙矮是宮裡的四人 也就是後來俗稱的太監 這樣的身份有機會建功 還能封侯 就是因為他在太后 召姬身邊相當得宠 沒想到他不滿足於此 還與趙太后聯手發動政變 可是因為趙姬跟 烙矮之間的曖昧關係 就使得秦始皇知道了以後 非常非常的憤怒 然後就把趙姬這一派 也給打壓下來 是他 是他威脅我 控制我 是他 到現在 他現在毀了我 那個人到底是誰啊 他是肖鋒 是呂不韋 是他 是他 就是他 烙矮在進宮前 就是呂不韋的門客 因此呂不韋也遭到千連 罷官回鄉 至此趙姬勢力 消失在秦國朝堂 烙矮 趙姬跟呂不韋 這三個人其實就是 秦始皇他的趙國勢力 他原來就靠他們三個人能夠 秦國能當秦王的一個基礎 可是他們三個人可能也在一些 政治上面插手秦始皇的一些事情 所以秦始皇其實也想想辦法幹掉這個勢力 你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叫你自己的母親 為什麼 宣太后為了我大秦親手 殺死了義渠王啊 你呢 你要殺寡人啊 你要顛覆我大秦歷代先往 秦人百年分爭得來的秦也啊 你 你 烙矮之亂後 主謀烙矮車列 呂不韋罷官 至於共犯趙太后 身為秦王嬴政的親生母親 他實在無法統下殺手 只好眼不見為敬 將他幽禁於擁堵 烙矮政變之後 秦始皇對自己母親 是不能統下殺手 因為畢竟 你殺自己的兄弟 果肉相殘就很難聽了 你殺自己母親 那更不用說了 這一般人不能幹的事情之外 還有就是秦國國內 就不能接受你了 不過秦始皇幽禁母親 是有為孝道的 因此不少大臣禁見 希望能夠取消禁令 但秦始皇愚怒未消 下令說 凡是為太后囚禁的 先用吉黎折打 然後處死 後來因此連殺二十七位大臣 外臣遇見 外臣遇見 太后之事 秦臣言說太后之事 寡人已殺了二十七人 毛嬌 你摸摸自己景象之上 長得幾顆頭了嗎 直到齊國人毛嬌靜見說 官太后殺大臣 對收買六國人心 統一天下的大業不利 那這一番話 讓秦始皇毛色頓開 採用她的建議 後葬被殺大臣 又親自前往擁地 來迎回太后 大王 恭賀太后大王 無此相娶 內亂平息後 秦王嬴政正式清政 由楚國出身的張平君 迷起接任大秦丞相 他在落矮之亂中 平亂有功 因此秦國朝堂上 就只剩下楚系外妻勢力 魏陽君 張平君 不對 似乎不妥 應該稱呼 成相大人 魏陽君乃大秦注實 如此稱呼 密起萬不敢當 你這個成相 是大王封賞的 有何不敢當 請 秦始皇對楚國勢力 其實很小心翼翼 為什麼呢 第一個 她的那個父親的那個養母 就是華陽夫人 楚國勢力 在城角之變跟廖矮之變的時候 其實楚國勢力的昌平君有出力 廖矮被評定以後呢 這三派裡面呢 就是秦始皇的這個力量 她的王權就更穩固 所以就變成是華陽夫人的這一派的勢力 是得到聲張的 因為她代表的是王族派 米姓的女子 其會又不好的 大秦的王后 還是得有處女才行 身為楚系中心的華陽太后 江還是老的辣 她隔岸關火 讓韓系和趙系勢力互鬥 不費吹灰之力就此獨大 據說就連迷漾的秦始皇后 都是由她親自挑選 我們知道 從秦宣太后起 秦楚兩國就經常聯姻 而秦始皇登基時才十三歲 當時的婚姻大事 很可能由養母華陽太后決定 而華陽太后是楚國人 自然會選擇楚王的公主為對象 而且這位楚王女很有可能 就是太子扶蘇的生母 禀大王 喜訓啊 欺禀大王 你夫人已經生了 是位公子 男王 那寡人有兒子了 恭賀大王後繼友人 大秦萬年 不過如果華陽太后 以為楚系能夠將大權牢牢在握 那就想太多了 秦王英政從十三歲即位開始 就不斷地在為清政做準備 他招攬人才重用客卿 已經培養出屬於自己的死中班底 秦之法治 這效果與商尋始 思雖師從尋始 然驚言法家 法術是三學 李斯願以畢生所學 清力輔佐大王 祝大王堅定六國 一統天下 因為他在清政之前 事實上就有一些層次 是跟他是接觸的 來往很密切 但來往最密切的 應該就是 後來他的宰相李斯 而他重用的王儉和盟務等武將 則為他足一攻克六國 這才能用十年的時間 統一天下 建立空前龐大的大秦王朝 大王到 從根基到清政長達八年的時間 年輕的秦王英政 積極儲備政治能量 為了統一大業 清除六國貴族在皇室的影響力 將大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最終成為天下共主 其實好像是非常聰明的皇帝 但某一個程度來說的話 因為他個性比較陰狠猜疑 所以也做了很多的這種 讓人覺得說他很貪恨的那種手段 大王關聯 大王關聯 秦始皇英政同年 跟母亲照姬相依为命 有着非常深厚的革命情感 却因为一个男人 让他差一点亲手 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这个男人是烙矮 到底这中间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请继续锁定现代启示录 欢迎回来 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记载 秦始皇的母亲赵姬 因为独守空归不甘寂寞 经常和吕不韦私通 但是吕不韦担心 秦王嬴政日渐长大 会引来杀身之祸 恰巧他听闻 有一名叫做 烙矮的男子天父义丙 连忙把他介绍给了赵太后 终于是得以脱身 而赵姬在遇到烙矮之后 夜夜升歌 还替他生了两个儿子 烙矮也得以封为常姓侯 那么其实在战国时期 寡居的还后 是可以养男宠的 但是为什么史学家 却批评赵姬淫乱 其中是不是另有乙情呢 而烙矮的天父义丙 司马迁直白地说 她是大婴人 又有多厉害 可以让赵太后沉迷不已呢 请看资深记者蔡真如 郑文德的深度报道 高大威猛玉树临风的烙矮 到底是从哪里横空出世 也使描述他曾经在危急时 帮了吕不韦一把 也在赵姬落难时 和他患难与共 但据说他其实只是 咸阳城中一个无赖小混混 不过他到底从哪里来 又做过哪些事 一点都不重要 真正让他名流轻始的 是他特殊的能力 烙矮是那个时代的奇人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特殊的能力 他可能就是古代里面 练过九九神功的这种达人 结束了 先生 练 大人 大人 你的剑 走 走啊 因为廖矮有个特殊的功能 他会用他们巨音 来转那个车轮 这一点来说 其实当时廖矮在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花名在外了 很多女人都喜欢 烙矮的这项长才 到底是真是假 无从验证 不过的确被司马迁写入史记 这样的名声 自然也传到了当朝丞相 吕不韦的耳中 成为他门下的一枚棋子 其实吕不韦跟赵姬之间 早就有了一个私情存在 那吕不韦换年纪大的 吕不从心 没有办法 我跟你说真的呢 在这朝堂之上 你我才是故人 你多来我这走动走动 多走动 为了能从赵太后身边脱身 吕不韦决定为赵姬找一个面首 那就是烙矮 当时吕不韦听说烙矮 天赋异禀 床祭了得 有女人经常为他针锋吃醋 还闹出人命 这公年 整日整夜 也就我一个人 这找到姐们的人 说到姐们的人 我这倒有一个 吕不韦为了摆脱赵姬 特地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 安排烙矮当众表演他的特异功能 果然传到太后赵姬耳中 对烙矮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要吕不韦帮他把人给弄进攻来 你们干什么 老矮 相邦有令 你身份重罪立刻积押 我误会 吕不韦先是让人假意告发 烙矮有犯辅罪之嫌 然后跟赵姬提议用钱贿赂行刑之人 让烙矮假装接受辅刑 再把烙矮的眉毛胡须都拔光 营造他已经接受辅刑的假象 这才能够让烙矮以宦官身份 入室太后造姬 吕不韦利用烙矮成功脱身 前朝以重负的身份掌权 后宫还有人帮他盯着太后 但这样的情况很快就失去控制 因为赵姬对烙矮实在是太着迷了 太后 别动 羊 这才像个四人 根据原始记载 两人曾五天五夜不吃不喝 在马车中行乐 出来时赵姬荣光焕发 仿佛年轻十岁 而烙矮则面目枯搞如同药渣 由此也可以看出 赵姬对烙矮有多么的满意 所以他后来可能就找了一些理由跟借口 就搬出去 他去到了这个雍城去 雍城是秦国的旧宫殿 到那边的话就安排自己人 所以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他在那里就生了两个孩子 去找航母去 去 快快快 快 进来 快 去找航母去 而烙矮得到赵姬土姓之后 权势日益高张 不只是封了长信侯 还有了自己的封地长阳 赵太后甚至把太原更名为爱国 以讨好稻矮 而烙矮靠吃软饭 能够吃出这么大的成就 也算是情无古人的 可喜可贺啊 常信侯 哎哟 先生 丢至大人封侯 小人彻眼难连 一备薄礼 一表新衣 先生的薄礼 比别人的厚礼还厚啊 不成经义 不成经义 走 进去喝酒去 请 好 走 烙矮这时候可谓是春风得意 无子登科 这也让烙矮不可一世 逐渐失控 引起吕不韦极度的不满 再不管好烙矮 要出更大的乱子 能出什么乱子 迟烈恭敬怨诱 辱骂军中老将 善风清净观觉 滥杀咸阳无故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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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罪 还都是这么大的罪 还有几个哪儿得伺候着 因为这样子 所以绕癌觉得 他的身份可以跟秦桑对抗 甚至有一次绕癌 跟一个大臣在赌膜的时候 赌输了 这一时情情就讲一句话 你算什么 我是秦始皇的嫁妇 这话被有心人听了去 向嬴政告发 嬴政听了之后大怒 马上派了秘密调查 这一查不得了 他发现 绕癌不仅跟赵太后 生下两个儿子 还合谋要让他们的儿子 当太子 听门 你是寡人的贾父啊 小人该死 大王殊碎 小人该死 大王殊碎啊 乐极深悲 就是在说烙癌 说出口的话 宛如泼出去的水 一发不可收拾 反正横竖都是死 索性先下手为强 烙癌利用秦王镇九年 在秦国旧都雍臣 举行冠礼的机会 联合太后召集 举兵造反 太后 给本侯生了两个儿子 她已然应许 只要大王不在了 便由我的儿子 继承王位 诸位 都是我信得过的兄弟 敢不敢 跟我干件大事 绕矮入宫之后 在太后帮助下 被封为常信侯 门下最多时有家童数千人 门客也达千余人 这群人也变成了 他的一个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但这群人呢 是为了利益而生的吧 所以当他碰到 正规军队的时候 他一定是失败 绕矮自以为 粮草兵士都已备齐 以皇阳太后和吕不韦干政 清军策为由 算得上是师出有名 谁知道一打起来 简直落花流水 大王照明 黑角叛徒落海 秦王则下令吕不韦昌平军 等人率军攻打 两军激战夕日 烙矮不敌 兵败备服 因为秦王早就有准备 他根本不给这个烙矮机会 于是很迅速拼定这个叛乱 而烙矮的下草也被无码分枝 甚至把他的特征给割掉 让大家知道 原来烙矮其实是个太监 就要抹灭这个事实 老矮被处死后 他的两个儿子也被下令乱滚打死 召集发配到拥地备阳宫 秦王银镇留下母亲性命 毕竟母子两从小相依为命 一起经历在赵国的苦难生活 患难之情无法说断就断 但完全没有影响 也是不可能的 这母亲淫乱后宫 因为秦王一看这种情况 你母亲这种事实存在 你也不受恋 那我立后宫 以后我的后宫也淫乱怎么办 所以秦王不立后宫也有这个原因存在 赵姬真的淫乱吗 细数他的一生 总共就只有过三个男人 对吕不韦而言 他是政治工具 对淫子楚来说 他似乎可有可无 到了他自己选择的烙矮 更是被当成了得到权威的阶梯 所谓的淫乱指的就是 跟烙矮之间有不正常的关系 你这种不正常的关系 在古人认为就是淫 所以淫是什么 淫是多出来的意思 其实讲赵姬淫乱不太对 因为秦朝跟汉朝的时候 女人有很大的自主权 他们脱离周朝的母系社会不久 那母系社会里面 女人可以自己找自己丈夫 或自己跟其他男人有这么关系 别人管不着 她的自主权 那母系社会不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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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因為這樣子 我們現在看趙姬淫亂 其實後來史書去寫它 是不公平的 因為當時的情況 跟後來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講趙姬淫亂 是有點是搗鼓回音的情況 史書罵趙姬淫亂 但身處後宮又貴為皇帝之母 趙姬享樂的背後 更是有許多身不由己 無奈背負前骨罵名 承兒 待你行過冠嶺之後 你就是成人了 大秦的國事全交給你 我帶老愛和孩子去雍城 不讓你看了刑犯 此事得意吧 呂不韋從一屆建商 成為一國之相 兩代秦王都相當地信任他 但是最後卻在秦王營鎮的暗示下 他無奈服毒自盡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 呂不韋一手扶植了秦莊襄王登基 而他也是看著秦始皇營鎮長大的 據說秦莊襄王駕崩之前 親自的把太子營鎮 托付給了呂不韋 甚至要營鎮稱呼他為重父 而呂不韋前後為相十二年 門客三千 他編傳的呂氏春秋 號稱更動一個字就賞千金 但是卻沒有人敢動 一度全是滔天 這樣的情況 卻在秦王營鎮日漸長大之後有了改變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讓這一對偉父子的感情 走上了破裂之路 而呂不韋是一心為民為國的重父 還是謀權謀己的建商呢 請看資深記者蔡真如 鄭文德的深度報導 要受的 重父 這一身重父奠定了呂不韋 將來在秦國的地位 秦莊襄王駕崩後 年僅十三歲的營鎮繼位 呂不韋成為秦國實際的掌權者 終於能夠肆無忌憚 持見他滿懷的政治理想 所以呂不韋可能就勢力強大 權力強大 可是強大到翁高正主 這一點來說被當時的秦始皇不能接受 而且呂不韋也低估秦始皇的實力 他以為他整個回臉 因為他是個有名的雄才大力的君主 這一點來說應該算人生第一大失誤 大王九歲入侵 在本相的眼皮底下長到今日 本相豈會不明白大王的心思 山高則封建 寒深則水寒 相邦如今位高至極 小心風大 呂不韋執政之後 積極開疆拓土 往納人才 加強基礎建設 意圖一統天下 不過過去秦國之所以強大 主要是因為上手工 從斬首了多少人來計算戰功 他竟然建議秦王廢除此法 祝福以為 該以合法計群功 以奪地計功 同時將軍可上報 將校兵族之功勞 大王誓想 殺盡六國之名 為勝空城 田地又有何用啊 呂不韋所寫的《呂世春秋》 實際上就是要影響決策者 我們可以用別的方式來取代 或者是 你不要用那麼殘暴的方式 來對待這些六國的人民 本相要聽出一籃 及朱子之長 博才百家之法為用 駐一部千秋景點 呂不韋召集門客三千 共同編撰這本《呂世春秋》 他還自信滿滿發下豪語 如果有人能夠增減一字 就獎賞千金 這本曠世巨作 是否真如呂不韋所言 精煉到連一字都無法更動呢 本相就將書陳列載著 陳邀天下諸侯 尤世兵客 反對此書意思不明 需要增加文字者 或者指出何處刪檢者 每增減一字 本相贈予千金 一切齊柱本相完善 呂世春秋 呂世春秋 它是集合了很多的 當代的優秀的專家學者 所寫的書 是非常精準 但是一流的人才所寫的 所以本身它的品質好 而人們之所以不去耕共 一來是國內的人不敢去做 因為呂不韋貴為相國 誰敢跟他過不去 二來是諸侯國的尤世兵客 也不會做 因為這些人 不是初始秦國的使者 就是來投靠秦國 怎麼會自討苦思 得罪呂不韋呢 寡人看了七八成 寡人覺得並非一次不可改 即使有人看出錯處 恐怕也不敢說 怕得罪小貓 全是就是這樣 而呂不韋 他之所以會這麼公布 也是清楚其中厲害 那他的高調行為 無非就是要讓自己 明動天下 一喜商人低賤之名 而他也確實用了這個 一字千金的做法 來達到建立自己權威的目的 經此一役 呂不韋完全脫胎換骨 以前看不起他的世子 爭相敗到他的門下 勢力根深蒂固 而秦王嬴政 對他的態度也不一樣了 從兒時的言聽計從 轉為反感 我們看金始皇 他也沒有那麼去遵從 呂不韋的一些想法 因為他就已經討厭他了 還會去遵守你的想法嗎 不會啊 所以他還是保留了秦國的 這個上手工的這種方式去進行 而且甚至更為殘酷 你怎麼看 陳斗膽之言 相邦 不想儘快將權柄交於大王 想要奪回權柄 又不能輕易對眾府下手 年少的秦王嬴政災如何是好呢 正當他煩惱之際 呂不韋竟然自投羅網 說來說去 相邦以前對我好 對大王好 日後也要對老愛好 人是相邦給我送來的 相邦自然脫不了感性 所以廖矮在臨死前 就講出了呂不韋的那個野心思心 清楚來看大驚 可是清楚來可能也知道這個原因 不過他是有這個當籌碼 他也不殺呂不韋 因為這樣子最清楚 對呂不韋的忠心耿耿 有了懷疑 從老愛口中說出呂不韋的名字時 他怎麼樣都無法謝責 因為老愛本來只是個市井無賴 就是敗入呂不韋門下 又經由他引劍才能入宮 成為太后的面首 這正是一個讓呂不韋 遠離權力中心的好理由 關人請忠父回到分封之地 關人之意忠父懂 全能 全能 秦始皇對呂不韋 某個程度的感情是有的 因為他稱他為仲父 那對仲父的這種感情 一下子之間就會毀滅嗎 大概也很難 所以他跟他是有這種 類似像父子之情的這種恩情在 秦王鎮九年 呂不韋受到勞矮之亂牽連 遭到霸相回到領地 沒想到他身世依舊 各國使者來到秦國 都會專程前來拜訪呂不韋 這種情心看在秦王鎮鎮眼裡 自然是倍感威脅 聽說呂不韋在四世之後 其他六國反而找呂不韋當相國 這一點給秦傳一個警惕 我不用你 其他六國用你怎麼辦呢 紀遼雖僅遼東 卻是畸性征朔 燕王請文信侯共襄盛舉 我等奉趙王燕王衛王韋王韓王之命 請文信侯皆四國相依共治天下 因為呂不韋的聲望是在的 所以呂不韋即使是退休了 即使是遠離政治圈了 但是政治人物還是圍繞著他轉 希望說他有一天能夠爬上來 所以這個才是讓秦始皇 動了殺雞的部分 所以後來燕鎮寫了一封赤書 指責呂不韋說 這完全是否認呂不韋對秦國所付出的一切 而呂不韋也明白 燕鎮不會放過自己 後來才會服毒輕生 好讓燕鎮放過自己家人一馬 從小看著燕鎮長大 登基 清鎮 呂不韋再瞭解不過 世上已無他榮身之處 他捨萬高明 輔佐兩代秦王 只可惜專權月權 最終以生命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秦始皇的前半身 雖然多半都在隱忍當中度過 但是他卻早已經展現出了 一代霸主的氣勢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也歡迎觀眾一起上 《現代啟示錄》的YouTube 訂閱跟分享 我是劉心童 我們下次再會 謝謝大家